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國農國 很漂亮 整棺佼佼佼很漂亮 今天的日子是111年8月22日 今天是大曼的 111年8月22日 你看整棺穿布就這樣 非常漂亮 這不是假的,這是真的喔 這是今天在香港的大國農工的瓶頸加下來喔 這個瓶頸真的是很讚 會這樣洗一洗乾乾乾乾乾 生起來就很漂亮 這個水果齁 菜箱也很簡單 就蒸起來一刀一刀 然後再越老,越老生 一人要生幾百斤啊,兩百斤啊 可能都要塑塑 這很多朋友齁出國都吃過了 去台灣阿林坑都有吃過這個東西 你回來可能還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這要怎麼吃 我們今天要簡單介紹這要怎麼吃 這要怎麼吃,要怎麼食用 這就是農工的果實 大概要像這樣 就要拉起來吃像這樣 有的人不可以吃 就像普通這樣咬 咬皮不好吃 這皮是小小的 很漂亮 我們在這皮頭這裡把它拔 把它拔開 拔開 你看這裡的形狀 就像這樣 先像這樣 山竹一斤一斤 也先像有文彈藥 一斤一斤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像這樣 這皮也沒有吃 這皮是小小的 很漂亮 透明狀 再來 它的口感像是啥呢 我吃一塊 你們看 拿起來看看 你看看 就像這樣子 很漂亮 透明的水晶狀 你看看 冰的 帶淡薄的蒜 吃起來 有一個文彈柚的香味 油的味 我現在是沒有吃到醬 不過我知道裡面 有的有醬 但是很少 這個平靜的醬 最多的醬 那醬 你吃不要咬皮 那個醬皮 苦苦 這個東西 它如果把它放 稍微放兩三天 它這皮更加薄 更好涼 吃起來的口感更好 如果撒到冰 更好 這是一個 新的水果 在台灣未來 可能慢慢的 你們都會看到 大國農國 這是我正的評鑑 真正的評鑑 我也不知道 腦袋也可以聯絡 好 謝謝